攻略男主临近失败 我狂哭 系统被我吵得CPU疼 别他妈哭了 我杀他得了 后来男主问我为什么不喜欢他了 系统气急败坏的干好 他没有自己的老婆吗 让他滚 你 略闻女主觉醒后纷纷跑路 小说世界一片混乱 我成了被抓进去完成任务的怨种 我陪迟燕走过了所有艰难困苦的时日 他却只肯给我暧昧不清的答案 就在我以为点点脚就能看见曙光的时候 白月光登场 我暗淡 我打了三遍电话 那头始终是盲音提醒 脑袋隐隐作痛 我撑着头 手指不慎点到了聊天见面 寻聊消息里 有好事之徒发了张照片 炸出了无数个潜水的人 照片里 身子挺拔的池燕很容易被人一眼注意到 他神色柔和地注视着前方 目光尽头 被粉丝包围的紧默四世没想到他会来 面带哑然与他遥遥相望 所有的人物都虚化 为两人的遥望一眼明晰可见 确实友情甚是动人 突然觉得沈家言好可怜 这么多年的陪伴 没抵过人寄末路一面 说真的 当初紧默出国 他和池燕闹得很难看 当时我们几个都以为 两个人这辈子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不 还是忘不了 白月光的杀伤力无人能敌 后头的人齐刷刷的复制粘贴了 这句白月光的杀伤力无人能敌 我扫了眼满桌的饭菜 也跟着发了这句话 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菜是池燕爱吃的 不会出错 今天是我的生日 是好日子 啊 寂静的房间内 系统尖锐的警报声 愤外刺耳 血红色的攻略条 飞快地倒退 90%回退到50% 停留在42% 我抬起头 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脸色苍白 唇上抹了口红 都掩不住的心慌 看看池燕在哪 我过去一趟 系统毫无人气的机械音 在嘟的声音后 突然来了句满寒细血的问话 池燕在温柔相沉沦呢 你真的去 是个清朗的少年音 我几乎能想象出他撑着下巴 无所事事地看着我 然后冒出这样一句问话 系统偶尔是个人 大部分时候都是那道机械音 我脸下心思 滴滴地应了声 不然呢 总不能真在家等死 少年音不满地择了声 我撑开伞 走进了雨幕里 细细沥沥沥的雨声 砸落在我脚边 裙摆湿了一片 靠着系统给的路线 我一路寻去 终于在酒吧包厢里找到了池燕 和我说工作很忙 晚些来找我的池燕 紧默和他说了句什么 池燕低着头 听得很认真 桌上似乎在进行着什么游戏 大家围在一起 哄笑声四起 我看见 寂寞羞涩的一开眼 池燕捏着他的下巴 含笑吻了下去 耳边尖锐的警报声 刺得我大脑瞬间空白 我和池燕也有过一个吻 意外之下的唇角相碰 池燕脸色沉得吓人 在休息室杂了一堆东西 他当着剧组所有人的面 让我滚出去 隔天就有人在某平台上 按着我倒贴下键 站门口干什么 走过去呀 系统催促我 说到这里 那道少年鹰明显多了几分兴趣 你过去删他 我给你加个buff 宝管删的他嗷嗷叫 里头灯光呼得一暗 有人一了声 抬眼看见了我 他善笑 嫂子你怎么来了呀 话刚出口 他才意识到不对 做了个自打嘴巴的动作 他的音量不低 请客间便吸引了周遭所有的目光 池燕脸色微变 脸上的笑收得一干二净 他捧着脸 下颌线收得很紧 像是在紧张 我冲他轻笑 这么久不接电话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你没事就好 四周很短的静了顺 池燕松了口气斑 松懈下去 我伸手抖了下裙摆上的水 来得太急了 池燕 你早说句你忘不掉 季小姐不就好了 是因为你说 你没有喜欢的人 我才追你的 我没有夺人所好的习惯 我每说一句 池燕的脸色就难看一分 他一字一顿恨极了我斑 沈家言 你什么意思 池燕眼底满是疯狂的音质 捏着拳压抑着怒火 身边的人小心翼翼地退下 就连寂寞也哑了声 往常这种时候 所有人都退得远远的 只有我敢走上前抱抱他 系统吃笑一声 语调漫不经心 情绪不稳定 炸药难 我转身关了门 身后传来巨大的声响 酒杯碰撞杂落 满场哗然 垃圾丢掉了 生日快乐 就是可惜 生日好像成继日了 三 回去的路上 雨下得更大了 到家时 我浑身都湿透了 我去洗澡 你闭上眼睛 我知道那人还在 在说什么 你洗你洗 我走就是了 别死里头就是 怎么还是这样暴躁啊 我失笑 进了浴室 洗完后 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顺手扯了条毛巾擦头 丢在沙发上的手机 叮叮咚咚咚 消息乱跳 我点开几条 没一句我想看的 临近十二点 我坐回餐桌旁 菜没有热 也不和我的口味 吃进嘴里 又冷又油腻 胃力难受的厉害 我非常非常勉强地塞了三口 然后点了蜡烛 在摇曳的烛光里 许愿再让我和他见一面 这么敬业 少年音里是掩饰不住的诧异 我隐隐约约能看见 他懒洋洋地抬起眼皮 眼睛里闪过那点 微不可见的惊疑 我真搞不懂你们攻略组 上面让你们攻略难的 又没让你们虐待自己 真不行 把他杀了算了 那个吃什么炸药又不在 做给谁看 少年音陡然变得暴躁起来 我眼底里 那点烛火还在不断地跳动着 心里浮出些喜意 你呀 当然是做给你看的呀 周行也 他有名字的 周行也迟笑 那关我什么事 我喝了口水 压下不适 慢吞吞地补了后半句 就像你也有名字一样 是吧 周行也 终于有机会 光明正大的念出他的名字 一片血色的光龙下来 四周的声音完全消失 耳边只留下系统尖锐又疯狂的警报声 周行也突然出现在 我对面的椅子上 他不满地皱着眉 盯了我好一会 在越来越刺耳的警报声里 他微微抬手 周遭的场景似乎都扭曲了一瞬 警报声终于停止 耳边流过四周无数种声响 狂风吹拂 雨水啪哒作响 还有周行也语带呵斥的一句 别发颠 你怎么还记着我名字呢 说了不行 我咬住下唇 惶恐地看了他一眼 对不起 周行也扎舌 浓密的没隆起 你干嘛 我又没骂你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因为我在博同情啊 不过 周行也好像看不出来 我歪着头看他 好久不见 是真的好久了 我很想他 周行也没搭理我 他冷着脸 训道 你能不能正常点 我摇摇头 一眼都没从他的脸上一开 任务进度条 倒退得好快啊 我要死了 所以在我死之前 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个心愿 周行也百无聊赖地捏着手指 唇齿间滚出一个N字 我想和你抱一下 我朝他张开手臂 周行也愣了几秒 声音高了起来 不可以 好吗 我并不气馁 想了想 又道 那亲一下 我伸出一根手指 事宜只是很小的一下 周行也原本一脸心不在焉 而金虎珀色的眼瞳里 透出几分错愕 他疼得从椅子上站起来 带出一连串的声响 不行 我要死了 我里不知气也撞 你让我在有生之年 抱一抱亲一亲怎么了 周行也冷笑 妄想用这种方法 延年一寿是吧 我 我是真的馋他这个人 周行也怎么就是不懂呢 别盯着我看 看看你的任务 他叹了口气 屋外响起门铃声 可别真死了 给你点的外卖到了 别吃这种东西 还有 不许喊我名字 话音刚落 人就不见了 我踏拉着拖鞋 欢欢喜喜去开门 看到迟燕的一瞬间 我脸上的表情垮了下去 忙昏了头 忘记这几天是你的生日了 我让人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晚点送到 寂寞的事我也可以解释 我搭着门框的手微颤 语气平静 好 你说 寂寞是他们喊来的 我去的时候不知道 亲他也只是因为大冒险 喝了点酒 大家又起哄 有点神志不清了 我和他真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相信我 我点头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迟燕诧异的看我 像是有了不好的猜想 你什么意思 我略微站直 正色道 我和你没什么关系 不必向我解释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喊我的名字 沈佳妍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就想起了周行野 坐在那里面无表情的样子 我有些想笑 但还是忍住了 我学着他的样子 冷漠道 别发颠 回答我的 是我的门沉闷的响声 可怜我的门 承受了迟燕暴怒下的一拳 沈佳妍 你别跪着回来求我 昏暗的光 显得他面目都争灵了几分 我关上门 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 等我的外卖 四 热搜榜上 空降了几个字条 一堆人在下面吵得不可开交 警号迟燕寂寞 一难评警号报 警号迟燕回应 警号报 警号沈佳妍 医生专业户 警号新 警号寂寞机场 生涂警号费 很无聊的套路 无非是发到群聊里的那张照片 被人大肆传播 数不清的粉丝和路人 都下场磕了一口 趁着这波热度 有网友扒出了 迟燕和寂寞年少时的感情经历 紧接着 迟燕似是而非的 回了寂寞一条评论 CP粉狂喜 而我 无名无分地跟在迟燕身边六年 这种对照 谁能不说一句白月光的杀伤力 无人能敌 至于那个医生专业户 是因为我真的不会演戏 我在现实世界里学的医 当医生是我的老本行 我只会这个 不用演 因为我就是 现在却被人拉出来群巢 我划了下评论 从冰箱里翻出 昨天没吃的外卖加热 因为外卖到的实在太晚了 再加上见了池燕 非常影响我的胃口 周行也点的 我不想浪费 我从微波炉里取出热好的饭 用勺子挖了口 一直到我坐下 这口饭才被我塞到嘴里 声音寒混不清 白月光的杀伤力 无人能敌 饭吃到一半 经纪人威姐的消息 发了一大串 我没回她 她改成了电话轰炸 电话一接通 威姐极有穿透力的声音 接二连三地涌过来 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她的急切 你清醒了没 有没有看到 热搜上的那些东西 和池燕吵架了是不是 你别闹脾气了 赶紧服个软 把这事接过去再说 不然 以后你一辈子 背着这个池燕污点了 我把手机搁置在一边 又吃了口菜 这才到 不聊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爆发出更加激烈的呼喊声 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 我的天爷 这个月合约就要到期了 你要是这么混 咕摸着评级要下降了 评级下降 就意味着资源等级的全面下滑 我所能拿到的分层更少 剥削更重 不续签了 我本来就不喜欢演戏 威姐 我要退圈了 希望你以后带出的艺人 都大爆特爆 威姐苦口婆心地劝我 你糊涂啊沈家妍 男人不行 可以再找 池燕伤害你是池燕的问题 你干什么跟前过不去 你不演戏 你要干嘛去 我吃完最后一口饭 眯着眼睛 感受了下窗外的阳光 开心地晃了晃腿 我呀 要去做真正喜欢的事情了 比如 我救死扶伤的事业 比如周行也 原主学的是表演专业 在这个世界里 我想继续当医生 太困难了 但是 我有很多的钱 我可以帮助那些 想学医的人往前一步 再往前一步 尝试攀登 人类未曾到达过的新顶峰 威姐坚持我的脑子被驴踢了 他说服不了我 最后只说 让我不要后悔就好 我登上微博 如是重负地发了条 感谢大家的支持 让我能这么勉强地走到今天 我要退圈了 以后都不会再从事相关行业 这是我个人的决定 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这条微博一发出来 热度暴涨 网上炸开了锅 实验发疯一样 给我打电话 我拉黑一个 又打进来一个号码 别打了 你不是嫌我烦人吗 你这样就不烦人了 我好心告诉他 不要变成自己讨厌的人 实验却很生气 沈佳妍 你以为你是谁 你说不要就不要 有的你选吗 我看到我的任务进度条 缓慢地倒退 周行也不在 只有冰冷的机械音 反复回答着我 数据检测无误 五 我没在管网上的闹剧 打算按我之前计划好的那样 去一些偏远落后的地方 出资支持医疗 远主的那部分钱财 我没有动 我至今不知道 他想干什么 但我成为他以后 曾深切地感受过 他的爱和恨 他才不是书里被虐身虐心 几度走到绝路 又被逼回头 一生都在祈求 尺烟爱他的虐文女主 他有热爱的事业 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灵魂 他的人生 怎么会单薄到 围着一个男人转 他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我去了很多个 被说穷的小山村 每个地方 我都准备了两笔钱 一笔钱 留给当地教育设施的建设 一笔钱放在了医疗事业上 我当年学医的时候 身边很多人告诉我 很辛苦 需要改变命运的人 可以这么做 但你不需要 但我还是读了医 没别的 我想救人 在和当地有关部门 签订定定项捐赠协议的时候 我认真地告诉街头人 如果有学医 但是因为家庭情况 读不下去的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会尽全力帮忙 培养一个优秀的医生 是需要长期投入的 家庭情况困难的 前期其实非常难熬 可能杯水车薪 但我的原则是 能帮一个是一个 拯救一个 就是拯救一个世界 对面的人总是 一遍又一遍的报谢 说我帮了很大的忙 你看 我们能做的 明年有这么多 可是 有些人却只想看我跪舔迟验 然后被迟验跪舔回来 我要是原主 我也不想留在书里 围着迟验打转 我安排好了 每一笔款项的去处 只留了够自己 再活两周的钱 其实仔细想想 能预测到自己 什么时候死 挺酷的 六 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好多人发消息 问我怎么样了 我觉得挺好的 但没什么人信我 迟验把我之前 发给他的消息 为他做的事 透露给了某些娱乐媒体 他们把这件事 拿出来大肆炒作 说我是低到尘埃里求爱的人 而与之相对的寂寞 他就不一样了 出国前 被迟验捧在手心里呵护 回国后 依旧是迟验心中不灭的那抹月光 我越暗淡 趁得他越是出彩 越是明亮 这件事愈演愈烈 我不打算回应 事情是我做过的 我不会否认 再生命 也不过是为大家的闲谈 添把火罢了 就在我以为 事情会这么过去的时候 被我拉黑的池燕 连连给我下的数十封喜帖 每次派来的都是不同的人 我拒绝后 下次又是不同的面孔 拖友中我不接他 就会继续发下去的封禁 我算了算 大概池燕和紧默订婚那天 我就会死掉 我还是挺愿意成人之美的 行了 你告诉他 我会准时去的 那人待了几秒 似是没想到 我会这么好说话 千谢万谢的走了 喜帖设计的倒是漂亮 上面的字 应该是请了人手写的 很漂亮的小凯 系统发了好几次警告 我一次都没放在心上 我只是可惜 没再见到周行也 喊了他好多次 他都没再出现 不知道死前 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一面 当天晚上睡前 我收到条奇怪的短信 你求求我 说不定我会原谅你 新娘说不定就可以换成你 我把这两句话截图 发给了紧默 我和他是有联系方式的 不过没聊过天 是很久之前 史燕说 我把我的朋友都介绍给你 然后 他把紧默也推给了我 我惨白这一张脸 问他什么意思的时候 他愉悦地笑出了声 你不高兴吗 我可是把我的挚爱 都介绍给你认识了 史燕真的很恶劣 几末没回我 我刷朋友圈的时候 看到他发了条 要嫁给陪我长大的少年了 那些狭爱的话就不用说了 我相信他 不少共同好友在下面祝福他 他热情地一一回应 我叹了口气 想起了我刚穿来时的静女 那时候的史燕就恶劣地定了醒 大雪天 我去送自己熬的热汤 都要被史燕把汤 泼到我身上的程度 他谁也不肯信 他就着我的手喝了半勺 停住看我 半晌后 史燕末地低下头 呃狠狠地在我的手背咬了一口 我把碗钻的手指发白 没敢让碗勺掉落 史燕看着我手背上 一圈醒目的齿印 咧开嘴满意地笑了 问我 盐盐你喜欢吗 在你的身上留下了我的痕迹 是不是很棒 这个疯子 我不明白 为什么非要攻略这种黑心肝 为什么非要以获得他的爱为标准 我才能活下去 气 史燕的订婚宴上 我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我掐着手 想挤出几滴眼泪来骗出周行眼 但吉莫虎视眈眈的表情 让我实在哭不出来 我甚至觉得 他紧张兮兮的样子 傻得有点可爱 吉莫挽着池燕的手走过来 想同我碰杯 池燕的表情很冷 看不出有多高兴 我提醒他 这么大喜的日子 别冷着个脸吓人了 季小姐今天很漂亮 像仙女一样 吉莫微微睁大了眼 善笑道 谢谢 你今天 他夸不出口 因为我穿得不能再朴素了 妆也没化 素面朝天的 吉莫补充道 很素雅 也很漂亮 我笑笑 没在搭话 起身和他碰了下杯 祝你们风雨同舟 碎碎与共 池燕手中的玻璃杯 猛地爆发出破碎的声音 吉莫惊呼一声 池燕 玻璃片扎进你手心了 池燕充耳不闻 只死死地盯着我 手心鲜血蜿蜒低落 我沉默了片刻 觉得不是我该插嘴的地方 郑玉走回角落 缩起来等死 被男人滚烫的手抓住 力道之大 险些将我扯倒在地 我听见池燕饱含怒气的声音 沈佳妍 你是真的想死 她像只发狂的狮子 浑身上下都透着暴动的气息 准备随时扑上去 撕咬猎物 我正脱不开 几乎是被她拖拽着走 吉莫慌了神 追过来小声哀求道 池燕 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 池燕顿住脚步 我用力挣扎的时候 她单手抓住了我另一只手 力道见重 池燕对着满脸恳求的吉莫笑了下 语气却很不对劲 真好笑 你当初撇下我远走高飞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有今天 吉莫整个人都摇摇欲坠 她撑着桌子才没有摔倒 张着嘴 始终没能说出一个字 池燕嘲讽地看了她一眼 把我连拖带拽地扯到后台 刚刚站稳 就听池燕没什么感情的语气 为什么不攻略我了 我的耳边一阵光明 险些要听不清她的声音 脑子里乱糟糟 胸腔里弄火中烧 烧得我整个人都晕乎乎的 我深吸了口气 问她 什么时候知道的 始练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最开始 很多人想攻略我 你也只是其中一个 但我只让你在我身边待了这么久 他们很早就死了 只有你能为我做到那些 我看得到你身上有真心 她顿了下 自以为是恩般的表情 我不喜欢吉莫 你继续攻略我 我会让你活着 我往后退了两步 摇头 攻略你很累 我不想 始练这种人除了她自己 谁也不会爱的 为什么总有人以为自己 能让浪子收心 成为特例呢 我有这样的经历 用来提升自己不好吗 池燕神色阴沉 眼底闪过一丝病态的偏执 你宁可死 也不愿意爱我 我只觉得好笑 我怎么会爱她呢 池燕捶着头 像是在压抑着什么 窒息的沉寂过后 池燕压着声调问我 不公平 我根本不喜欢吉莫 那些攻略我的女人 我一个也没看上 她们全都死了 只有你活了这么久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还不够吗 她朝我走近 我挣扎着 眼泪疯狂地掉 池燕的动作僵住 语气低沉 为什么突然不喜欢我了 从未喜欢过 哪来的突然 池燕冰冷的目光 落在我脸上 高峰一样 你老婆站外面呢 声音入耳的瞬间 我微微挺直了几倍 没等我转身 身后贴上了一只手 缓住我的腰 将我带离了池燕的禁锢 周行也动作张扬又自已 黑毛里带着些许的担忧 说出口的话 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她没有自己的老婆吗 让她滚 我仰着脸看她 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池燕看了眼自己空了的手 眸中阴质难掩 又是她 这就是你的新目标 周行也看着我 表情很淡 看上去有几分不耐烦 别他妈哭了 实在不行 我替你杀了她算了 她微醋着眉 视线移到池燕身上 满是寒芒 话却是对着我说的 我下意识地攥紧了她的衣服 周行也低头扫了眼 到底还是游着我去了 行不行 给个准话 我红着眼睛 哽咽着问她 为什么 系统是不可以介入任务的 周行也想必是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可她却说的这么风轻云淡 周行也把我护在身后 文言 她侧着脸笑了下 少年意气十足 就过你一次 再就一次又怎样 我的手心是烫的 心口也是 八 周行也死的时候 17岁 我不知道她完成了多少任务 才获得带新人的权限 只知道我是她的第一任宿主 她嫌弃我太麻烦 她宁可自己去小世界完成任务 也不愿意带我 很多时候留给我的 就是那一道冰冷的机械银 攻略迟验的任务一点也不顺利 我常常受不了委屈 而痛哭流涕 就像我满怀期待进入医院 却被现实疯狂打脸的那段日子一样 但那时候 我心里有爱 我能撑下去 在这里 没有 回回我哭的时候 周行也都吓唬 别哭了 吵得要死 你再哭我就杀了你 可是她回回都没有 而是让我摊开手 便出一包纸巾给我 我替迟验挡刀 这完全是按照前辈写的攻略手册来的 周行也骂我 脑子缺个洞 洗澡水只进不出 麻药的进过后 我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 周行也说 把我杀了 也赔不起她的积分 但她还是用了她的积分 帮我屏蔽疼痛 系统都这么有人情味的吗 就 我一度以为我什么都没有了 为了活下去 什么都可以 但后来 池燕当着所有人的面贬低我 揣测我的家庭多么糟糕 才养出我这样缺爱的人 我的家人都很好 我的父母 我的哥哥 都很好 在现实世界里 这种人渣我一眼都不会多看 但为了活下去 我却要这样屈辱的讨好陪孝 奉上我全部的爱意和热血 被他踩到尘埃里 我真的 觉得羞辱 他让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一文不值 那是我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反抗池燕 我把能抓到的东西 发了狂事的往他身上扔 手机 纸巾 餐盘 糕点 你抹杀我吧 我不想干了 我满脸的泪水 跌坐在原地 周行也来的时候 头顶有个声音让我摊开手 我下意识地照做 眼前的阴影落得更近 他蹲在我旁边 在我摊开的手心上 放了一包纸 我难以置信地抬起头 眼睛通红 我的系统来找我了 少年因终于和他的脸对上 意气十足 桀骜不驯 而这张脸 我记了整整23个年头 周行也 哥哥 周行也愕然 但他顾不上问我 和怒气冲冲的池燕打了照面 他长得很高 比一米八级的池燕 还要高上半个头 周行也盯着池燕 一把露起袖子 猛地掐着池燕的脖子 池燕被他对到墙上 数十分钟 哥们 你人扎吧 哪有你这样欺负小姑娘的 说话呀 哑了吧 他叫我 小姑娘 他死的时候 17岁 我只有三岁 现在 他还是17岁时的模样 我26了 池燕一张脸 憋得通红 周行也扯着唇笑 哦 不好意思 忘记我掐着你脖子了 在欺负人小姑娘的话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他绷紧的手臂肌肉 有人尖叫出声 周行也的拳头 随着尖叫声 一起稳稳地砸到了池燕脸上 众目睽睽之下 周行也像甩沙袋一样 甩到池燕 他一脸艳弦地按住池燕 伸手扒了池燕的西装外套 照到我身上 我眼前黑了半秒钟 身体腾空 他稳当当地抱起了我 周行也身上的气息 萦绕着我 我觉得很安心 那是我三岁那年 面对呼啸而来的大货车时 落入的怀抱 也是我26岁这年 被人一片片拾起 妥贴对待的尊严 十 走出宴会厅 又绕了一段路 周行也把我放下来 少有的严肃 你怎么会认识我的 他沉下脸 什么犯人一样凝视着我 说实话 我斟酌着 半真半假地道 我之前 我顿了下 继续道 之前收集素材的时候 看过你的报道 成绩很好的竞赛生 还被保送了Q大 高考当天 你去考场给朋友加油 结果路上为了救一个小女孩 自己没了命 那个小女孩 当时和他父母走散了 想过马路去找 结果你也知道 他差点被车撞死 你救了他 这个新闻 让大家都很痛心 周行也看了我好一会 轻轻地嗡了声 算是接受了我的说法 看得出来 周行也心情很糟 他搭了着眼皮 语气沮丧问我 那 你知道我家里怎么样了吗 我父母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他们 可能是觉得自己问得太多 周行也略带自嘲的笑里声 我仰着脸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很多路人都觉得痛心 何况是你的家人 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们都挺不能接受的 日子长了 不接受也只能接受 你父母没有再生 一心扑在科研上了 不过 他们认了你救的小姑娘 当干女儿 那个小姑娘 从小就喊周行也哥哥 他没有你那么厉害 也没有你那么勇敢 他长大后 学了一 想把你带给他生的希望 带给别人 周行也点点头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笑 那我还挺厉害 四手五入救了不少人吧 是 我救了不少人 最后 倒在了我的岗位上 因为一闹 真可惜 我再也没机会就死伏伤了 我问他 你会后悔救他吗 周行也去了我一眼 为什么这么问 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救他 他救了那么多人 很厉害了 他感叹着 任由风吹鼓了他的衬衫 这是周行也 怀紧握鱼 却不以为意 这也是周行也 我喊了二十三年哥哥的人 你会抹杀我吗 周行也笑起来 声音清朗如玉石相撞 现在知道害怕了 我不怕 从他的嘴里听到了答案 得到了肯定 我已经没有遗憾 周行也观察着我的表情 没看到他想要的惊慌是错 他觉着没意思 没在逗我 风里都是他含笑的声音 我妈可不让我欺负小姑娘 以后别喊我的名字 容易被上面发现 我们认识 要出事的 我做任务去了 都怪你浪费我好多积分 你可别死了 以后你得当牛做马环给我 实在受不了的话 你就杀了一个蠢货 声音的最后 是他强撑着 我也听出了一声忍痛 那次以后 周行也很久没再出现 我的心思疯涨 实验说得不错 我是有真心 但这真心不是对他的 是对周行也 我只是很想 再和周行也见一面 我和他隔着23年的光阴 隔着生和死的鸿沟 我从不敢渴求真心 亦不敢期盼回应 我只求再见一面 哪怕是匆匆一眼 十一 大概是直面过死亡 又从周行也嘴里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我忽然就没那么怨了 敷衍着把任务做到了现在 不过周行也很忙 很多时日里他都不在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 最苦的暗恋者了 做任务的这几年 我常想骗他出来 他知道我的心思 秒说不可以 我喝醉酒后学他说话 他妈的你冲出来见我 周行也一个劲的凶我 不许骂人 我不服气 那为什么你可以 因为我会打人 你打不过 于是我又想起那个夜晚 想起那个怀抱 就会觉得好开心 开心的成了罐碳酸饮料 一说话就要冒泡泡了 我口不择言调戏他 周行也说我在发颠 他始终是包容的 我想到这些 看着挡在我身前的这个人 没有来的冲动 小拇指在周行也掌心勾了勾 我敏锐的察觉 周行也紧绷着身体 然后反手握住了我 别闹 问你要不要杀呢 我看了眼无能狂怒的池燕 笑弯了眼 对你会有影响吗 周行也真的好狂 他笑得风轻云淡 一点积分而已 但是 我瞥见了他 微微蜷缩的手指 我抓着他的手 摇头 算了 周行也微抿着唇 不可以 他臂力大的惊人 单手把我抱起来 落到他肩上 腿别晃 他按住我的腿 挑衅的看了眼池燕 在池燕扑过去的时候 周行也勾存倾效 检测到受威胁因素 自救模式启动中 抹杀程序启动中 实验攻着背 像是在忍痛 跌跌撞撞的跑了出去 周行也解释 不能把嫌疑落到我们身上 外头爆发出呼喊声 他把我放下来 我略带困惑的看向他 周行也俯下身 抱住了我 语气难得的温和 抱一下 不哭了 23年的光阴 生和死的沟壑 在这一刻 西数被填平 他又急匆匆的消失了 我想 或许是赚积分去了 上天给了他两次机会 他两次都选了我 我走出去的时候 现场乱糟糟的 紧默抖着手打急救电话 声音揉在哭腔里 我最后回头看了眼 觉得今天阳光可真是好 番外 你 想起一件要命的事情 钱没了 我还活着 这次 我真是嚎啕大哭 被狠狠伤到 周行也笑了我三天 他说他半夜想起来 都要坐起来笑 笑到天亮再去刷牙 我好恨 但是 爱雨还得靠他给我变点钱 忍忍 嗯 周行也很忙 实验的死相当于一个小世界的主剧情崩塌了 主系统要他补的这笔记分 数额巨大 我问他 那你在小世界干什么任务呢 周行也笑着捏捏我的脸 在古代世界当男主的谋士 鞠躬尽瘁 他又问我 那你呢 我想了想 我在拯救世界 周行也扯着唇笑 自笑非笑 甜妹拯救世界 我是甜妹的走狗 替你游走各个世界 是吧 我冲他甜甜一笑 我拯救你 周行也身体往我这轻了些 语气含笑 那你靠过来 救救我 他修长的手指 点在自己的唇边 我都不用他说 小鸡灼米一样 在他唇上点了下 周行也思索片刻 眼中浮出笑意 我们妍妍是真甜妹 三 意外得知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周行也从最开始 就知道我是谁 我拧了把他的肉 非要他说个二三四来 周行也无奈地抓着我的手 装模作样道 我真要杀了你 信不信 我轻哼了声 养着脖子 快杀 反正也是你救的我 周行也揉了把我的头 无奈道 别闹 接收新人钱 我能看到你的过往 我知道我当年救下的人是你 他叹了口气 富而笑道 可是我哪知道 救的是我未来老婆呀 那时候你刚来 天天嗷嗷哭 我真不惜地搭理你 我又恶狠狠地凝了他一把 肉贼硬 手疼 那后来呢 我那么真心实意 问你后不后悔 结果你只是在和我演戏 周行也瞥了我一眼 忍着笑 没告诉你 你的头都那么低了 我要是告诉你 我知道当年救下的人是你 你的头岂不是要低到裤裆里 我 四 惹周行也生气了 在这个世界待着好无聊 我想让系统给我接个新任务 日子安逸得太久 我都忘记周行也才是我的系统了 趁我不在 你到处乱跑 我看你是真活腻了 我点着脚亲了他一下 这样可以了吧 沈佳妍 你当我是什么呀 周行也暴跳如雷 起码再来两下 温热的呼吸落到我的耳上 语气暧昧 我都脸红 以前多正经艺人呀 被我戴成这样啊 五 人在一起久了 就会开始翻旧账 我觉得很不公平 我单恋周行也这么久 期间 我试好了不知道多少次 他每次都拒绝我 我打算有机会和他吵一架 但是他总是很忙 来见我的时候 掩饰不住的疲态 下一次吧 然后又下一次 直到很久以后 我才知道 他的内心比我更早燎原 周行也被我馋得不行 一一解释道 我积分拿去干什么不好 我天天给你对纸巾 你半夜不睡觉在那鬼哭狼嚎 我直接屏蔽和你的联系不行吗 我还给你买特权屏蔽疼痛 他忍不住笑了笑 沈佳妍 你真当你男朋友 是大慈善家呀 知道为什么我总是那么忙吗 为了帮你除掉池燕 我同时穿三个世界做任务 我戳了戳他的腰 那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周行也低下头 捏着我的手 亲了下我的手指 眼中笑意更浓 没有足够的把握之前 我怎么可以告诉你 哥哥要面子的 我下意识地反驳 我二十六了 你才十七岁 应该喊我姐姐 毕竟完成任务的日子里 会变老的是原主的身体 我们的本体不会 周行也的年龄 永远留在了那个十七岁 他笑着摇摇头 挑眉道 那你也喊了我二十三年哥哥 何况我心理年龄比你大 谁也说服不了谁 六 记不清是多久以后了 我出自过的那些地方 陆陆续续走出了一些优秀的人 有的人走到了家乡外 飞向了更好的未来 我拯救了一个世界 有的人千辛万苦走出了家乡 又从家乡外走回来 拉扯着家乡往前走 他们拯救了一个又一个世界 周行也眼角眉梢都是笑意 我真是对你这股劲 爱得不行 我想是因为 我和周行也是一样的人 在我愣神的时候 他突然凑到我耳边 太可爱了 姐姐 气 在这个世界 我重新高考了 当时还引起了一阵热议 还是学第一 该怎么说呢 我的命还是挺好的 我又可以治病救人了 周行也说是因为我可爱 所以神偏爱我 我没告诉他 神不介入因果 但是他会 不是神偏爱我 是周行也偏爱我 是我的周行也偏爱我 如果说 人生是一首漫长的诗 我本来应该是冬季的 但因为周行也添了两笔 领冬过去春日降临 我的少女心思为他疯涨 我人生里的春天 去了又来 无尽春